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为您分享AWS Code Commit的课程 今天是第十期 今天咱们的主题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发送状态更新通知 什么意思 是这样 记得酷 对吧 Code Commit 咱们每天工作中都要用 咱们一个团队有好多的成员 每个成员又担当不同的角色 对吧 项目经理 项目leader 开发人员 对吧 那么咱们大家每天都要操作这个库 那么就会有很多的操作了 比如说开分支 合并分支 删除分支 提交内容 对吧 等等操作 那么咱们有没有一个方法 来监控大家的操作呢 比如说当大家建立一个分支的时候 或者说删除一个分支 改变代码的时候 咱们项目经理呢 是想收到通知 收到一封邮件 该怎么做 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咱们马上开始啊 好的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侦测Code Commit的变化 并通知项目人员 可以是项目leader 可以是项目经理哦 其实非常的简单 咱们马上进入今天实战演习的部分哦 首先干什么 咱们呢 依照惯例 还是先看图说话 大家请看这张图 咱们的项目组成员 每天呢 都要提交更新 这个更新呢 包括代码更新 包括开分支 包括关分支 是吧 包括拉曲请求等等 咱们项目成员呢 都会提交更新 也就是说呢 咱们Code Commit的服务器端 会状态发生改变 对吧 你提交代码了 你增加分支了 对吧 它都会发生改变 那么一旦状态发生改变的话 咱们呢 需要把一些个咱们觉得敏感的内容 比如说删除分支 对吧 比较敏感的内容呢 咱们希望通过一封邮件的方式呢 通知给项目的管理人员 那么正好 Amazon呢 给咱们提供了SNS的服务 咱们呢 可以在咱们Code Commit的库 发生状态改变的时候呢 向咱们SNS的主题 去发送一封邮件 对吧 该怎么做 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因为发送邮件呢 需要一点点的安全的知识 特别是咱们Code Commit 向SNS发邮件的时候呢 咱们需要做一个简单的授权 这个呢 也是今天小马要给您讲解的内容 那咱们开始哦 该怎么做呢 小马准备分三步给大家讲解啊 第一 咱们先对SNS主题呢 进行授权 让它可以接收Code Commit的状态改变的通知 然后呢 咱们在Code Commit库上设置通知 也就是说 当咱们的库发生哪些个状态改变的时候呢 就要发送通知 好吧 接下来呢 咱们改变一下咱们服务器的Code Commit库 然后呢 确认是否通知发送 来完成今天咱们的所有的效果 那么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 小马呢 就给您演示全过程哦 那么咱们在操作视频 再见吧